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国内疫情降级 不过违规的白牌计程车 也偷偷出来恢复营业 新竹市监理站跟警方执行联合机查 取缔用LINE群组揽客的违规白牌车 当场对驾驶重罚10万元 并且调扣驾照 牌照 监理站表示 违规白牌车多半没有落实实联制 车辆消毒也难以控管 可能成为防疫破口 所以呼吁民众 搭车时要认名合格的计程车 保障自身权益 警方在路边紧盯 疑似是违规白牌车的车辆 上前拦查要求驾驶下车 好啦 不要再讲那些有的美的 叫你开门没有叫你进去啦 违规营业被逮个正着 车上乘客错愕 也只能下车配合警方 违规驾驶当场开罚10万元罚还 并调扣牌照驾照四个月 疫情降级 白宫百业恢复运作 就连违规的白牌车业者 也出来开始用赖群组揽客 新竹市监理站和警方在市区联合击查 希望能遏止违规营业的白牌车歪风 白牌车辆时常造成防疫的缺口 而且车辆也没有实联制 也没有定期的进行消毒 追踪管制非常不易 担心私人营业的白牌车 没有按照规定消毒 也没有落实实联制登记 可能造成防疫破口 监理站加强取缔 也呼吁民众搭计程车 要认明白底红字车牌的合法计程车 保障自己权益 发生行车纠纷时才不会投诉无门 记者徐志前新竹报道